受到新南气流影响带来强风 浪况不佳 东流线交通船在海面行驶超惊险 船公司宣布中午过后停驶 不少旅客听到消息都赶到码头买票 希望能搭到最后一帆船 另一边肯定难玩海边 也插上红旗禁止游客再进入玩水 而且未来的这个轴线会慢慢的往北扩大 呛举预估这波新南气流影响 将在周一五后到周三上半天雨势最明显 南部地区可能出现大豪雨 24小时累积雨量不排除标迫350毫米 另外在其他地区则要严防豪雨 下半天开始在云林嘉义 甚至台中彰化这一带雨势呢 也会逐渐的变得比较显著 过去24小时累积雨量主要集中在屏东 狮子乡有272毫米 春日香也达到211毫米 仿疗香191毫米 但西南气流影响范围会逐渐扩大 气候局也持续发布豪雨特报 降雨强度在集中在短时间的状况呢 预估应该不至于有比较强的情况 但是呢总雨量预估因为延时相对的比较长 所以总雨量的部分呢 有可能不相上下 西南气流预计周四才有明显减弱 但接下来台湾天气仍然不稳定 中南部及台东地区依旧有短暂震雨或雷雨 提醒民众外出记得攜带雨具 借灵网约方台北屏东报道 2011最后 2012最后